美国想与俄罗斯大干一场,问过中国了吗? 邀请普京来访,拜登没想到两方面都稳不住中国。 各位好,欢迎来到赵坦亚光家室。 根据环球网的消息报道,克里姆林宫近日已经对外声称,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已经列入了议程。 而对此,当天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了这一消息, 表示,中国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的10月份访华, 届时还会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,也可以搜索普京即将访华来获取更多的关联资讯。 在日之前,杰尼索夫刚刚随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托威严科对中国进行了访问, 而转眼又宣布中国双方将在10月份会面, 在当前国际形势紧张的背景之下,这无疑又是一个好消息。 当然,好消息是对中俄,不是对美国。 估计美国在得知这个消息后,做都做不住了。 且不说,在中国关系持续紧密的情况下, 两国再次接触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坏事。 而且这段时间,就美国想要与俄罗斯大干一场的情况下, 两国接触对该国其实也是不利的。 一直以来,美国为了维持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, 不断将矛头对准中国、俄罗斯等等。 其实就拿当前的俄乌冲突来说,之所以愈演愈烈, 而冲突到了今天,就很有可能是无法收场的地步。 美国就是罪魁祸首。 而除了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之外, 实际上俄乌之间之所以会引爆冲突, 美国从中也搞了不少事。 美国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乌克兰击垮俄罗斯, 让俄罗斯再也没有办法对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构成威胁。 而美国对中国也是如此,不希望中国迅速发展, 所以想尽办法联合菲律宾、日韩等中国周边国家, 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。 不过其实美国也很清楚, 即便自己是全球第一大国, 也是无法有这个能力去同时应对中俄这两个大国的, 而因此美国想出了一招。 前不久美国财长耶伦对华进行访问, 而在访华期间, 其一度高调宣称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。 当时外界都认为耶伦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, 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, 从而希望中国伸出援手购买美国的国债, 可就现在来看, 美国的真实意图应该是不止于此的。 耶伦访华之前,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访问了中国, 而期间也是非常高调, 声称美方尊重去年的中美巴厘岛会谈, 以美国对中国的敌意, 该国是绝对不可能会突然想和中国握手言和的, 那么除了有事求助中国, 或许之外还另有别的原因。 如果布林肯在访华期间声称美方尊重去年的中美巴厘岛会谈, 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稳住中国的话, 那么耶伦访华高调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, 其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在经济上稳住中国。 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稳住, 站在美国的角度, 那其就可以放手与俄罗斯来大干一场。 美国向来忌惮, 但中国两国走近, 但又没办法同时对付两个国家, 所以在权衡之下不排除是美国想要放一放对中国的敌意, 先全身心的去对付俄罗斯。 当然只是拜登没想到这招瞒天过海这么快就被中国所察觉, 中国方面主动要求普京来访, 这不是在向美国亮明态度释放警告信号吗? 而不管美国怎么做, 中俄都是亲密的伙伴。 所以说白了, 其实中国一定程度上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美国想要与俄罗斯大干一场, 先问问中国答不答应。 好了,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, 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